艺人孙鹏,迪鹰的儿子孙安佐,16日凌晨,现身信义区夜店,随身还携带一把瓦斯火枪,一度还想把携带的瓦斯火枪拿来实测,好在被有人制止,才作罢。 检警日前接获民众举报,19日持票搜索孙鹏北投区,朱信经纪人大安区住处,起货一包疑似火药。 孙安佐家中另有大批生存游戏用的狙击枪、长枪以及匕首刀线,警方初步勘验并不算违禁品,因不确定火枪是否超过法定杀伤力。 警方搜查时,朱信经纪人刚好住在孙安佐家,所以将两人一并带回孙安佐与朱信经纪人,目前是以关系人身份接受征讯。 孙安佐表明,要等律师来裁院开始,爱子心切的孙鹏稍后,也将前往北市行大,陪伴儿子。 一人孙鹏,迪鹰独子孙安佐,16日凌晨现身信义区夜店,一度还想把携带的瓦斯火枪拿来实测,好在被有人制止才作罢。 对于儿子孙安佐在报荒唐行径,母亲迪鹰仅表示,了解,随他,平安就好,短短八字,似乎倒进心中无奈。 不过孙安佐则在社群,除了发出到网页会参拜的照片,更晒出影片写,Yes, Mother, I am strong enough,疑似跟迪鹰喊话,希望他不用为自己担心。 没有要跟人家合拍就对,可以让民众拍照,但不是要让记者拍。 好,坐下。 对,他今天是休息的,所以没有要回答任何工作的问题。 我们安佐最近在研发新的火枪,那我们今天也是工作整天去拍片,实测这个火枪,对,然后之后还会研发好,然后我们影片也会马上做出来,然后之后会上片,对,大家可以等待他在YouTube上更新他的,这个我们火枪实测影片,那,反正安佐就是最近在研发这个火枪,然后他最近也做比较多冷凭性的东西,就大概这样,火枪的部分大概这样。 嗯,你不要,你不用回答,你不用回答。 我这是,这个不用回答,这个不能回答。 迪鹰与孙鹏的24岁独子孙安佐,接连在美国泰国出状况,遭当地警方逮捕,让外界讨论起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68岁旅美大学教授汪达瑞,5日在脸书以标题,给孙安佐的一封公开信发文,分享活到68岁才领悟的四个道理。 第一,我们都没有选择原生家庭的机会 更不可能改变原生家庭 而人生家庭的影响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第二,我们也不能选择父母 第三,自己的父母,我们看缺点 别人的父母,我们看优点 第四,不要责怪父母 翁达瑞提醒孙安佐 你已经24岁,可以决定自己的日子 如果你不满意父母为你安排的人生 你可以重新选择 然后,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负责 他提到两代关系 本来就是家庭难题 无论亲子关系好坏 建议每个人都要期许自己 幸福要由我传承 不幸也要由我终止 而孙安佐,7日截取 翁达瑞文章的部分内容 简单写下fine 为再多做回应 历经风波和舆论压力的孙安佐 照常到健身房重训 整体看起来没有异状 住在家里变成妈宝 赶快出去赚钱 请问我不是一直在po我相关的东西吗 你以为我没有在赚钱吗 拜托不要当傻子 我家里本来就给我钱啊 怎么嘛 就有机会嘛 但我也会靠我自己赚钱啊 同时一起拿不行啊 我之后会出一些很猛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期待一下 其实我已经有po一个了 我考虑了 最后再详细介绍一下 欢迎大家 踊跃 然后我之后也会出一本书 我现在台湾就乖乖的啊 哪个国家 就做哪条国家的法律 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 民情不一样 放浮水的事情是真的吗 当然了 哪一桶水哦 我拿给你看 这一桶哦 喝下去的当下 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很苦这样 竖起来真的是苦 我去吐掉 然后后来也被我家里律师证实了 我爸的确有做件事 真的 亚洲国家太保守了 但我去台湾人很熟练 有些时候不给你们一些比较 hard lesson 你似乎就觉得我还是跟你开玩笑 你家人为什么要放浮水 只有我再出来讲这一句 我爸放浮水是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请问这是对我好 还是什么 你再下 假如是假新闻 全部都把他po上去 假新闻再出来我一一到 3D新闻你最好给我撤掉 新闻你再给我胡说八道 还牵扯我前面我试试看 我最讨厌什么 动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前面还是说 先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各种非常奇妙的新闻 个人建议啊 别太听新闻的话 听事主的话比较准 我以为是我亲其家 我跟屋主刀先过 就这样 善闯民宅那件事我已经用屋主刀了 所以这件事已经很早就解决好了 所以大家可能会担心 我爸跟我妈控制了很多新闻媒体跟警察 所以你要小心别被新闻诱导 我妈跟我爸 我妈太爱我 所以很常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想要怪罪在其他人头上 我爸 我已经难得跟他说话 他 他太夸张了 对我家人很 我觉得失望 没有 我没有讨厌我妈 我只是对她很失望 我还是很爱她 我爸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妈讲一些 根本就不是事实的话 然后我跟她讲说 叫她不要再吸引这些关注 今天出门之前 我就已经跟她讲说 有的人出门 不要再吸引这些记者 新闻媒体关注 结果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 把这些话题 把这些事情 又再端出来 让新闻媒体炒作 你以为我喜欢这些炒作吗 我是经历过像地狱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觉得自从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就感受到很多底力 到底是要我怎么爱这个国家的人 让我在体验这一切 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很愿意支持我 却我很开心 但我对我妈 我真的蛮失望的 资深艺人孙鹏 与狄英的独子孙安佐 日前被曝在泰国护麻 私闯民宅有事 家庭关系也陷入紧张状态 狄英甚至放话 要和孙鹏离婚 孙安佐二日一早现身受访 精神仍有些恍惚 他说已经和妈妈和解 但仍不满爸爸在背后 做许多偷鸡摸狗的事 例如偷偷给他喝拂水 人在台东拍摄大爱心系的孙鹏 也透过经纪人回应了 孙鹏表示 不好意思 家务事占用大家时间 由于我现在正在拍摄工作中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和空间处理 之后会再跟各位说明 谢谢大家关心